各位好,又是玩具堂深水評測的時間 我是ToysTV的Brian 跟大家說的是Coby的另一款二戰德國的職務 Panzer-1 是二戰德國早期的主力戰車 雖然這麼久以來生產了一千多二千部 好了,不要小看這架Panzer-1 外表這麼輕巧,只有五噸重 亦都是很薄弱 火力都不是很強大的Panzer-1 其實它在德國當時二戰侵略波蘭和法國 都立下不少罕馬功勞 因為當時來說也是一個主力的武器 雖然車內只能裝到一個車長和駕駛員 但也發揮到很大的果效 最主要就是它根本不是裝了一些步兵炮 或者火力大壓炮 而是裝了兩支MG-13的機槍 但當時它的對手波蘭和法國 其實就足夠有餘 為什麼? 當時波蘭的主力是騎兵 這是一個機動化的裝甲 騎馬 兩支MG-13 速度最快到達40公里 基本上已經很足夠 為什麼法國戰略有這麼成功的效果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速度問題 以及整個戰略和戰術的部署 令到當時發覺準備不充足就可以戰勝了 所以早期來說 你會看到戰場上 也有很多這架Panzer-1 衝擊主義戰的歐洲戰場 但是呢 後期又沒有用 其實在1937年來講 之後已經停產了 而且早期這架戰車 主要都是用作訓練所用途 但是在西班牙內戰裡面 因為發揮得不錯 累積了經驗 他們有在早期1939年的侵略 波蘭和法國戰爭裡面使用過 好了 看看盒子吧 好了 這樣呢 一個人用的 三百三十塊 不要看它這麼小 三百三十塊 為什麼呢? 因為它自然用小粒的積木去組裝 因為種子太大就不漂亮了 所以其實都花你不少時間 起碼兩粒才可以組裝完 我自己覺得 但是當然樂趣很大 還有喜歡玩異戰 應該是積木異戰的朋友仔 尤其是德軍 收藏家 其實這個Pencil 1應該是不少的 因為 數量多 輕巧 早期戰爭會用到 以及這個色 灰色 一起去看看產品的內容 先看看一些說明書 都和大家揭一下 通常是由車的底盤開始砌 所以砌出來都很堅固 很堅實 我來提到 因為它本身的 體積細 用的積木細 其實相對你玩開大的 Coby的塔塔車 這個 是比較煩固 當然 絕對不是容易爛 或者是鬆 沒有這個問題 但它用的積木細 以及組裝比較密集 其實 相對真實的 你會覺得它比較薄弱 當然一定連了這張卡 大家有看過 我這節目都知道 這張卡有帥仔照片 這張卡有些數值 當然希望它如果是出開 就繼續出開 就不要斷了 不然這些就浪費了 好 看看產品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卡有一個人仔 這個人仔比較特別 值得推薦一下 毒眼農力 當然有一支 是不是Lugar 是一些軍官 以及早期的裝甲兵 用一些低 通常不是最前線的部隊 所以需要用一些裝備 這個是早期拍的Panzer Crew 那支帽 我們稱為畫家帽 後期就轉了另一支帽 這是早期的 所以這個人仔 我覺得都比較有特色 當然不少可以的 它裡面的那些 詳細 又是戰損勳章 官街那些 其實都清楚做了 那些人仔 他們的習慣以我來說 沒記錯 其實背部都沒有人 但這個人仔 是個人的 那炮頭的頂 可以關門 當然要留意 整個人仔不能夠都放進去 如果你要放進去 某個人仔 就這樣站在那裡 如果你想到座低 可能要把身體 雙腿的部份都可以拿走了 但要模擬二戰的PENSER-1 其實絕對不困難 好,跑踏當然可以動 亦跟真正有兩支M13的機關槍 既有DECO 這些DECO全部都是Stamp Print的 即是叫做移印的 不是自己貼的,所以不用擔心玩玩玩會不會脫掉 本身的移印都很標準,不會怪脫掉 另外,開關部份,車尾也有開關部份 這麼小的開關部份 有一個Stamp Print的引擎 大型坦克,那些機件有凹凸 即是有雕刻,有專用件,這個就沒有 但以這麼小的坦克來講,補償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它沒有真正的機艙,車艙可以載到人的 事實上這輛車也是載到兩個人 所以其實都夠用了 好,看看前面的細節 車頭燈,有的,用透明件 這個就是多了出來的理帶裝甲 我就用Boot TAP貼著 好似色,所以大家不太覺得 這些就是Stamp Print的 移印的車艙窗口的描述 這個就不知道要裝什麼 那些沙板都可以動的 所以走的時候就小心會被困到,怕太低 但是可以動的就有好處 炮頭全部都可以動,不用說 那些車身的斜度都可以做到 那怎樣知道它可以做到斜度呢 那就是要買一架組裝才知道它可以做到斜度 因為只是用斜的,就是斜三個人的機件是不行的 它本身在設計和安裝的時候,其實有些 不是巧妙的,有些位置的部件要令它打斜的角度 打斜的角度 好啦,那這個輪子會不會動呢 其實就... 我沒試過 這個是不會的 我不知道原生這個會不會捲 應該是不會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純粹一個 保護車輪的裝甲片 如果它動就動的話 其實車子會很吵,很鈍的 我覺得走不到40km 好啦,那說回理帶 做得很漂亮的,我最討厭的是理帶 因為它啤出來 應該是用PVC的圓圓地的部件 所以,但是它很順的 帶動輪 這些全部都是勾住的 你砌了就知道 帶動輪 其他的負重輪,即是中間這些都可以的 這些支援的輪 都是可以轉的 不過呢,走一會兒就不可能會捲到它 好啦,那這裡已經用手組 因為其實地要硬一點 就是要爛地硬 那你才能用到的 但如果用這塊板,即這個桌面畫 就比較難移動 因為車身不夠重 但是重的車上要玩過 Tiger One那些,一定一樣移動 那這個就要玩這個 這個地比較粗一點就玩到 好啦,那回到車底給大家看看 剛才剛才所說的 就是比較脆弱的地方 其實不是真的脆弱 不是積木的脆弱 而是設計 因為它本身是薄的 那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 如果大的車廂的時候 會再蓋多兩層的積木 就鎖死了 基本上都很難的 但是這個呢 你不覺得它沒有鎖死到 其實一撕一段時間就會掉 但是當然呢 如果我去展會這場地 拿來拿去 去公司才會弄掉 正常都不會掉 但是拿來拿去之後呢 挺過癮的 就是可以模擬一個 戰場上 一架中彈的Pencil One 或者一架薯米的Pencil One 是非常好玩的 好啦,那跟大家拍攝的角度 不同角度 那價錢 我又不是很記得 不是很確定的 但是300塊 大膽說 一定是200元以下 沒理由超過200元 我相信 所以非常值得玩的 好啦,那今集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欣賞 拜拜